风赏银 五天尽夺六蜜 台南市玉井区的离谱妈妈周千惠 上周五酒驾自撞入宿 造成三死二伤 死者家属昨天在事故现场伤心召魂 她酒行后自责痛哭 直呼很后悔 却再也无法挽回五个月大的儿子 和两名姐妹掏的命 上周五晚间她带着五个月大的儿子 去找朋友聊天 在超商喝酒喝了约八小时 提议去梅岭看萤火虫 负责开车的她 和前座郭姓男子都有系安全带 但后座两名女性朋友没系安全带 儿子则坐安全座椅 但安全带没保 车子才开三公里 就过弯失控冲到对面车道 车头撞到露宿 再撞挡土墙 甩尾拦腰再撞另一棵树 车身严重变形 死亡的姐妹涛家属表示 双方还没谈赔偿 先办好后事再说 周千惠被衣公共危险 过失致死等罪嫌罚办 检方见她痛哭后悔 赤家害人也是被害人 迅后赤回 警方统计 今年台南梅岭赏赢勒潮 五天竟已发生三起意外 连同昨天71岁谢信老父 罪落山沟送医不治 夺去六条人命 诸多巧合令人心里发毛 林务局南投领馆处提醒 最佳赏赢时间是在晚上7到9点 深夜上山反而看不到 建议民众一定要结伴而行 并打亮大灯放慢车速才能确保安全 别让赏银路变成烘归路 动新闻安全第一报道